红色一号,耗费2.5亿美金,大成本制作,喜剧电影红色一号,于11月7日,全台上映,由巨石强森,携手克里斯,依凡打造爆笑,热血圣诞冒险,卡斯超强阵容,震撼战斗场面,奇幻怪物接连登场,让观众感受欢笑与惊喜并存的奇幻氛围,外媒影评已提前揭露。 虽然剧情略显平庸,动作场面和卡斯阵容仍是值得去影院放松欣赏,一起来瞧瞧,红色一号,有哪些必看亮点吧? 红色一号剧情介绍,红色一号剧情以圣诞节期间的惊险任务为主轴,融合了奇幻与冒险元素,故事开始于圣诞老人遭遇神秘势力绑架,北极安全部门的硬汉必须找回圣诞老人的踪迹,否则世界各地的孩子们将面临无圣诞礼物的危机。 他找来一名非正规的赏金猎人,协助执行这项危机四伏的任务,两人在冒险途中必须突破重重障障碍,对抗邪恶势力,追查失踪的圣诞老人并拯救圣诞节,让这个温馨的佳节充满紧张刺激。 红色一号原本只是想在串流上线的电影,却碰上疫情让荡期一言再言,过程中环爆出巨石强森在片场的不合群事件。 不过,随助影院重新振作,娱乐产业已比过往还要蓬勃。 红色一号突然改为电影院上映,并排在与圣诞节接近的11月份荡期。 没有排在12月,可能是接下来年末要碰上《神鬼战士2》、《魔法坏女巫》、《海洋奇缘2》等大作。 耗资2.5亿美元的预算,有很多部分用在巨型布景与精巧的圣诞道具设计上,以及卡斯的阵容。 红色一号明显来势汹汹,想要借着巨石和伊凡的心度,何久为当圣诞节喜剧电影。 冲一波票房,这次圣诞老人很狂,本部片围绕着拯救圣诞老人为出发点。 但,红色一号的圣诞老人不同于一般,留着长长的白胡子,顶着圆滚滚肚子,总是和蔼可亲的笑容。 JK·西蒙斯这次饰演的圣诞老人可是一个硬派级的圣诞怪咖,甚至还有一个基地存放着他的礼物,还有怪物保安。 就像是一个制作工厂的大老板,不禁让人意想这样的圣诞老人真的需要人拯救吗? 圣诞节版的冒险嘴炮故事,红色一号就是标准的动作电影,结合奇幻怪物,冒险和斗嘴,主角们就像是绝地战警,两个经常斗嘴的拍档,就如同巨石强僧在玩命关头,与杰森·史塔森的不打不相识。 红色一号,就像是精彩的漫威电影,可以看到棒薄的英雄主义,这次的圣诞节将被改编成颠覆一般认知,反而更显有趣和好笑。 全篇在圣诞家庭片基底中,加入了奇幻科技、神话元素,过程中一些小惊喜,小幽默不断,巨石强僧,虽然还是饰演巨石强僧,但在红色一号里,没有继续卖弄招派微笑大,秀肌肉,喷发男性费落萌,而是稍微收敛了一点情绪。 而美国队长在红色一号的角色人设,与戏外的斗趣形象,根本几乎一致,还算是重规重矩的演出,也是全篇喜剧的发动机酷。 寺妙丽的奇兰席普卡,算是本片颜值担当,比起龙卷风暴的扮相,及戏份,都要好得多。 当然备受瞩目的还是第二次,饰演圣诞老人的JK·西蒙斯,这次他没有笑出,在《蜘蛛人》里,那个报社老板的,名音笑容,而是位沉稳开朗的圣诞老人。 如果想看到JK·西蒙斯,能否像前年暴力夜的大卫哈,活版的动作型圣诞老人,可能要转换一下心态。 JK戏份并不算太多,但表现,也还算可圈可点,打破格爱,让我们更美好一点。 圣诞家庭片,虽然常常充满了亲情说教,但红色一号,并没有在这个部分,触摸太多。 但在,充满娱乐的剧情中,还是有些许的深度,令观众,去思考其中意义。 尤其后段的父子对谈,对,与所爱之人,要如何打破,无法说出爱的为离,或是可以自己决定,想成为怎么样的人这样,自我认同反省的桥段。 不必成为一个完美善良的人,只要做出一点改变,让世界更美好一。 先,也许这才是彼此给彼此的最佳圣诞礼物。 以一部圣诞家庭片来说,红色一号,是出乎我意料的佳作。 节奏流畅,轻松不拖沓特效,也算及格不廉价。 角色群都有做好该做的剧情表现,剧情也具有该有的深度娱乐坚固,但的确可能并不是能卖出高票房的电影,尤其在2.5亿的制作成本下,要回本认为可能不是。 很乐观但却是在《神鬼战士2》上映前,一部可以优先选择进场的娱乐电影,毕竟巨石与对,长得个人魅力还是很难抵挡。